廉价航空越来越热门 也陆续发生了一些消费纠纷 最近就有民众向萧纪会申诉 表示他购买廉价航空的机票 出发前想要更改行程 却不能退票 而萧纪会进一步调查发现 廉价航空对退票的限制很多 又标示不清楚 其实已经违反了消保法 有消费者去年底花了两万四千元 买了两张机票 要搭亚洲航空来回马来西亚 出发前想更改日期 重新刷卡两万六千元再买两张 后来才发现原本的机票根本就不能退 消费者找上萧纪会投诉 萧纪会也认为很不合理 因为亚洲航空规定机票全都不准退 而且要更改日期 得在出发四十八小时之前 才会被刷了两笔 一般四十八 就是多过四十八小时 其实只要补票的差价 跟那个更改的费用 消费会调查廉价航空的退票程序 包括大部分都要收取手续费 韩国的真航空得试 购票的情形决定 库航没标示 虎航及亚洲航空则是一律不能退 但看看这些网站 有的没写清楚 有的还只有简体中文 消费会认为根本已经违法 针对消费会的指控 主管机关民航局表示 其实不只廉价航空 一般航空公司的优惠票价 有许多也都规定不能退票 这是国际的惯例 而针对标示不清的部分 将要求业者进一步改善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